就是我是左转弯 然后就往这边转 然后他 我感觉他车速有点快 然后就蹦一下 两车就撞上去 你看到他了没有 我看到了 转之前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他挺快的 那你就别转了 让他过去你再转 镜头前一个年轻的女子 与交警大声争执着 女子表现得十分不耐烦 从她的语气中可以听出 她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错的应该是对方 但是交警的态度却不同 交警认为 女司机的做法是有错误的 双方在路边发生了争论 谁也不愿意让谁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个女司机是不是真的有责任呢 当记者接到电话 来到事故现场的时候 就看到一辆宝马和一辆保时捷 停在道路上 双方车主就在车边观察 自己的车子的损伤情况 交警看到这一幕 急忙上前通知 双方将车子移至路边 防止道路堵塞 随后 警方上前查看了车辆的损伤情况 所幸的是 宝马的前灯有着些许擦伤 问题不大 那么 这场车祸是怎么发生的呢 警方随即要求前方的保时捷车主 讲明事情原因 但是就在保时捷车主 正要讲述事情经过的时候 警方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保时捷车主在开车的时候 居然穿的是拖鞋 你这穿拖鞋万一到踩突路了 撞了人可不得了 对对对 知道吧 今天这个事得处罚 你给你一个教训 开车的朋友或许都知道 驾车的时候是需要手脚并用的 而当需要刹车的时候 驾驶员通常都是以脚跟为轴 如果穿的是拖鞋 就容易在踩刹车的时候 发生拖鞋滑落的情况 而驾驶员本能的反应 及时先穿鞋再踩刹车 这一刻万一错踩了油门 交通事故就容易发生了 当保时捷车主听到交警的质问时 也很爽快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随后保时捷车主 向交警讲明事情发生的经过 原来这辆保时捷 是开在宝马车前面的 就在保时捷准备转弯掉头的时候 后面的宝马车就撞了上来 这让保时捷车主十分气愤 大声说 如果保时捷车没有紧跟着自己 就不会发生这种碰撞的交通事故了 那么这件事情的责任 真的是在宝马车主身上吗 看到他是在执行 对 然后你为什么 但是因为我比他快啊 我在前面啊 保时捷车主没等交警说完话 就直接大声地对交警争辩道 事实上 当时这两辆车行驶的这条道 是直行加左转道 虽然这种车道是可以掉头 但也是在后方没有车辆的情况下 才能够实施这一掉头行为 而当时保时捷车主 在明知道后方有车的情况下 依然选择掉头 后面的车子当然反应不过来 如果当时保时捷只是单纯的左转 那么留给后方车辆的空间 还有很多 但是掉头不一样呀 直接把路卡死了 车辆来不及刹车 当然撞上了前方的车辆 开车上路最忌讳的就是抢到站到 这种谁在前面谁有理的认知 是完全错误的 要是人人都认为 谁在前谁有理 是不是盖楼房的时候 谁先住进去 谁就是这栋楼房的老大 肯定不是 更何况道路交通法规还有着他自己的运行标准 不过保时捷车主辩解到 自己是按照地面的指示行驶的 在这里掉头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条路的前方就有一个转向指示牌 上面明确写了那条道可以掉头 保时捷车主不应该只看地面的指示 还应该留意一下路边的指示牌 通常来说各条道路都是会有一个专门的掉头车道的 如果行驶的车子想要掉头 就需要提前行驶到最左边的车道上 而不是像保时捷车主这样 在中间的车道上就选择直接掉头 简而言之 保时捷车主的做法是有问题的 这条发生事故的车道 是有单独掉头车道的 保时捷车主应该提前行驶到这条车道上 而不是站着中间这条车道 不是 我们判定责任不是谁在前面 谁没责任 而是谁该让谁 而他没让那就是他的责任 你应该是让里面这条车 你这个变道卡在人家前面 而且你想想看 你都让人家无路可走啊 交警看到保时捷车主 一直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所在 就一直苦口活心站在边上解释 第一个是要看标识 第二个就是向左靠 因为保时捷车主接下来的动作 都是向左边运行的 这些种种迹象都在提醒着保时捷车主 不应该站着中间的车道 但是他为什么就不让出来呢 难道他是新手才拿到驾照没几天 还不清楚这些规则吗 交警询问了保时捷车主 什么时候拿到的驾照 不料想保时捷车主的回答 让在场人都大吃了一惊 保时捷车主表示 自己的驾照是在2009年的时候就拿到的 那就不应该不知道交通法规了 保时捷车主可是一个老司机的呀 那他为什么要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现在看来是因为保时捷车主抱着侥幸的心理 完全没有把交通安全放在心上 不然他怎么会做出这么危险的事情 另外也有可能跟他平日里的生活有关系 总觉得自己应该享受更大的权利 但是身处在社会中没有人会惯着他 保时捷车主应该为自己无知的行为付出代价 在交警的耐心解释下 保时捷车主也知道这件事情是自己的不对 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自己以后开车 一定会认真遵守交通法规 到此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小编也要在这里提醒大家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开车上路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不要觉得只是一件小事就不在乎规矩 殊不知这世上很多悲剧的发生 其源头都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 另外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要穿拖鞋和高跟鞋 记不起换鞋的朋友可以放一双适合开车的鞋在驾驶室 方便自己随时更换